朋友们好,我是阿丹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香喷喷的炒盒饭 首先准备适量的瘦肉切成丝 腌一下一小勺的生抽,一小勺的料酒 还有一小勺的淀粉 给它抓匀 抓匀以后腌上个15分钟左右 准备一根葱和三四颗蒜头 蒜切蒜片 葱斜着切长,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装入碗里备用 准备青红椒 各切一小半 给它切成丝 青红椒一个是增加颜色的好看度 红的绿的都有了 再一个是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焦香味 都会融入这个盒粉里边 会让这个盒粉吃起来更香 接着呢,再准备一把的这个豆芽 放好,准备好 准备适量的盒粉 这个盒粉是我从亚洲超市买的这个袋装的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要炒肉丝了 这个肉丝呢,腌过以后炒出来更嫩 炒至变色以后 加入一小勺的这个老抽提色 同时呢,也把这个肉再给它揉的更香一点 豆丝炒好以后呢,就先把它盛出来 同样还是这个锅 稍微加一丁点的油 然后把这个葱和蒜给扁炒一下 变出香味 这回加入这个青红椒 稍微炒上了半分钟左右 加入豆芽 大火翻炒 炒至8成熟就可以盛出来 就可以盛出来 因为一会儿还要回锅的 盛出来以后 给锅里边加少许的油 把这个盒粉倒进来 盒粉都粘在一起了 所以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盒粉炒散炒热 怎么办呀 有个好办法 就是给它加热 然后淋入一些清水 盒粉就很容易划散分离 看看,粘着的盒粉开始分开了 今天我们采用的是一种小锅炒的这个方法 就是先炒肉丝 再炒这个蔬菜 最后炒盒粉 然后把它们又合一起 这样能保持这个肉丝和蔬菜 爆炒后的那个鲜香 盒粉炒热以后 开始调味 一勺的生抽 半小勺的胡椒粉 半小勺的白糖 一小勺的盐 或者是个人自行决定这个盐量 用筷子小心的翻拌几下 还不能翻拌太多 要不然这个盒粉很容易碎 把这个香喷喷的带汁的肉丝倒回来 还有这个新鲜的这个香味浓郁的这个 青红椒豆芽倒回来 大火翻炒 让所有的美味融合在一起 都融入这个盒粉里面 呃 零出锅前可以再加半小勺的鸡精 呃 提提味儿 效果会更好 哦 香喷喷的味道飘出来了 这个炒盒粉就做好了 香味浓郁营养丰富 完全是饭店的味道啊 看看 颜色也很诱人哦 好吃不好吃 但是一会儿 让我这个澳洲老公告诉你 这是非常好 呃 是个 thumbs up 这是非常好 我喜欢这些新鲜 哈哈 thumbs up 很好 对 非常好 多多 多多 哈哈哈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